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由亚裔家庭服务中心主办的亚裔新生活节目 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Alex 在节目中,亚裔家庭服务中心将会邀请来自各个行业的嘉宾和大家分享新西兰的生活 探讨健康知识和资讯,以及介绍华人可以享受的各项福利和健康服务 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下午5点到6点在FM99.4 重播时间是每周四上午10点到11点在AM936 今天的节目我们请到了一位艺术心理治疗师 他会和我们谈一谈什么是艺术心理治疗 并且谈一谈由歧视和霸凌带来的心理问题该如何应对 欢迎英贵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英贵 他是咱们新西兰第一个华裔艺术心理治疗师 同时也是ACC注册的创伤治疗师 他同时也是我们亚裔家庭服务中心的一位签约的心理辅导员 咱们现在英贵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英贵 欢迎你英贵 其实提到您的这份职业呢 让我直接联想到我过去的一段经历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呢 有一门课程叫犯罪心理学 当时我们的心理学老师呢 给我们做了一个测试 让我们每个人画了一张画 画我们自己的家 当我把我的这张画给他看了以后呢 他当即给我一个解读 他说你现在家里一定发生了什么变动 然后呢你可能是在搬家或者说是在装修 结果呢我当时真的是我家正在装修 我当时觉得特别神奇 我说这个一张画怎么能解读不出这么多信息来呢 就像算命一样 所以今天很高兴能把您请到我们这边来啊 跟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艺术治疗是不是真的有这么神奇的这样的一个功力 您是怎么通过艺术的形式进行心理治疗的呢 特别高兴Alex他有这样一个特别有趣的经历 但是呢首先要说一下艺术治疗没有那么神秘 一定不是算命 所以这个心理治疗呢 可能那个Alex他经历的这一个过程呢 他只是心理治疗里面的其中的一个小的一个手段和手法 我们叫艺术治疗心理测试 那就是通过不同的就是艺术手法 去来测试一个人的一个一个基本的状态 我们可能运用到这种心理测试的这个过程 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安全性啊 或者他潜意识里面呢 他对有些东西的害怕啊 或者就是你上次说的就是那个安定和安稳感 这也可能是你老师能从你这幅画里面看到你家里正在装修 甚至如果再画的多一点的话 他可能可以把你的个人关系啊 家庭关系啊 他都能说一个跳跳地里来 这个第一的他是有经验 第二个呢 就是不同的艺术心理测试呢 他是有很多研究在后面的 就是我们也知道什么样的方法 是什么样的画 怎么样去看 可以看到一些一个人的基本情况 比如说某些图形啊 某些颜色啊 其实他就是由您的这个理论基础告诉您 如果说出现了某个图形 某个颜色在什么样的位置 就代表着一定的状态 是这个意思吗 对 如果就是光从心理测试里面来说的话 就是包括纸张的大小 包括他用的颜色和他用的那个 就是艺术的这个 比如说水彩啊 蜡笔啊 彩迁啊 他用的东西他都不一样 包括他画的东西的大小 包括他画的东西的一些状态 或者是看他的那些logical 就是说我们的一些就是逻辑性在里面的话 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这个也是为什么心理治疗啊 就是艺术心理治疗 它是一个单门的学科 因为它确实是里面有非常深的一些理论基础 但是你刚才说的 它其实是只是它其中的一个 一个小小的手段 它艺术治疗没有只是这么片面而已 我想我先应该介绍一下 什么是艺术心理治疗 因为这个可能对听众来说的话 这是比较心理一个概念 所以就是艺术心理治疗呢 它其实也是心理治疗的一部分 在于传统的心理治疗的方法呢 可能就是我们对话为主 那我们呢也是有传统心理治疗的 这些对话的基础上 然后呢用一些心理治疗的一些理论 这有各种各样的门派 用这些理论 然后我们用到了艺术 就是加上了这些表达性的过程 然后来帮助来访者呢 他能够表达自己的情绪 然后连接他的一些潜意识 在这个过程中呢 他就从而能够达到改变一些旧习惯 产生一些新意识的一个 就是治疗一个过程 艺术治疗呢 并不只是只有绘画这一块 然后艺术治疗它有不同的一些门派 就是根据治疗是它的一些 自己的艺术就是爱好啊 或者继续艺术的一些偏向 然后有不同的一些门派 我们听到比较多呢 有绘画治疗 戏剧治疗 还有舞蹈治疗 音乐治疗 还有御动治疗 御动就是节奏这个意思 等等等等 但是每一个治疗师呢 就是每一个艺术师的那个 心理治疗师呢 他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特长 比如说呢 我是以绘画治疗为主 但是也会运用到一些 舞蹈治疗 音乐治疗和戏剧治疗里面的一些手法 之所以要用这些不同的手法呢 是因为不同的艺术治疗的创作过程呢 它会打开来访者的不同体感 就比如说画画的时候 你只用到的是你的手和纸这些的关系 但用到舞蹈治疗的时候 那你就要用到一个空间 用到一个音乐 用到自己的身体 所以说不同的艺术方法 它能够帮助我们打开不同的潜意识 和不同的一些记忆 不知道这样说 还有什么样的不了解 或者是想问的一些问题呢 我就是觉得 其实有这样一个多种手段的辅助 真的很重要 当不论是做测试 包括到之后的这个治疗的过程 因为确实像您说的 我们传统的这样的心理治疗 只有这样的对话 那我们能运用的可能就是嘴 然后眼 就说手段比较单一 而且有些人的表达 他可能语言 他很难表达 他一些潜意识 他自己意识不到的 他可能是用语言更表达不出来了 所以说当从画这种形式 或者说其他的舞蹈 或者戏剧这样的形式 能够把他的潜意识表达出来 其实也是帮助他自己去认识问题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方式 对 这就是艺术治疗里面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特点 它就是有一个特别方便 或者是特别安全 特别舒服的一种方式 帮来访者外化这个情绪 因为我们很多情绪都是在脑子里 积攒在里面的 然后用语言表达特别难 就有时候别说是 特别是我们移民的话 有时候会遇到治疗室是 就是说不同语言的 这个就是要自己的感情 还要再翻译一下的话很难 别说这个了 然后我们用自己的语言 去说一件事情 有的时候都很难说得清楚 特别是一些叫 创伤灾难性的记忆 他其实就是一种突发事件 有时候他这些的情绪 他只是在脑子里 他是采出一种情绪 他很难用这个 就是语言把这个情绪很 就是准确的表达出来 我就是这个呢 可能就要从这个脑科学里面去说 比如说灾难性的一些记忆的话 情绪它其实是积攒在你的右脑里面的 然后呢我们左脑 它是属于比较逻辑性的一些 就是比如说语言啊 或者写作 他就要把他全部都给他表达出来的话 是右脑到左脑的一个 就是交流的方式 那有的时候他在中间 他就会有一个疙瘩 就很难表达出来 特别是创伤性记忆的时候 我们就说起来 他中间他是有一个block 他就是好像有个石块一样的 右脑就没有办法表达到左脑 没有办法用语言说出来 那艺术呢创作这个呢 他其实画画也好 跳舞也好 他用很多动作和创意性 他是在积攒在右脑 这也是你可以想到 在右脑里面的情绪 用右脑去表达 是不是更直接一点 它肯定是就像一个桥梁的作用啊 把咱们这个两个大脑 中间架起一座桥梁 能够把这个信息能够表达出来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啊 那比如说我觉得我是一个画画不太擅长的人 然后那如果我去接受艺术治疗了 你让我去画个东西 然后画不出来 怎么办 这个就是有些人没有去接触艺术治疗之前 有些误区 我把这个误区说一下 你刚才那个其实是其中一个误区 第一个误区呢 会觉得艺术治疗 我如果不会画画不会跳舞 我就没法做了 那其实你想想 我们是不是每个人 从小时候一岁两岁三岁的时候 都会画画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画画 只不过是在成长的过程中 可能就是有一些别人的一些看法 或者自己的一些 自我批评的一些意识在 总觉得自己画不好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画画 你不需要成为一个艺术家来做一个艺术治疗 而且往往其实专业艺术家来做艺术治疗的时候 我会要花很多时间 把他一些艺术创作的习惯先消除掉 不然的话很多潜意识没有画出来 就是说其实你会不会画画 这个其实不是问题 每个人都会画画 每个人都会艺术表达 那我们艺术治疗师呢 我们会有一个就是有个专业的训练 会怎么样让你会觉得有一个安全和舒适的一个环境 然后呢就是跟治疗师的那些关系 就是我们不是说治疗师和来访者要有一个比较安定和安全的关系 然后你在很舒适的情况下 我们会一步一步引导 就是说并不是说今天你画一个画 把全部的事情都我们说清楚了 我们其实要根据每个来访者的一些情况 根据他的输出情况来给他设计一套 全部就是自己的不同的进度的一个艺术治疗的一个过程 这是第一个舞区 第二个舞区有时候我介绍我是艺术治疗师的时候 他们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是不是专门治孩子的 对因为觉得好像小孩喜欢画画 成年人 对就喜欢那个成人 不喜欢跳跳蹦蹦不喜欢画画 其实不是 这个艺术治疗的话 跟其他的艺术就治疗也是很相近的 就是基本上只要有一个自我意识的情况下都可以治疗 就基本上是五岁以上的孩子一直到成年人一直到老年人 都是适用的 而且适用的人群非常广 就不是说只是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说 哎呀那是不是自闭症的那个客人特别有效啊 确实就是艺术治疗在自闭症这个治疗上面是非常有特殊性的 但是在正常的人群当中应用的是更广 所以说这两个这两个误区 其实和我们这个做这个语言上面的一个普通形式的这个心理治疗也是一样的 大家觉得会很紧张说委屈你会不会就问我问题啊 你会不会就是发掘我的秘密啊 然后我的隐私完全就暴露了 其实都是有一个科学性的一个指导 不会让你觉得这样突兀 包括就像我猜想在艺术治疗里也不会说说进屋坐下 你现在给我画张毕加索的这个这个名画是吧 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让咱们感受到紧张 或者说我完不成跟自己无关这样的一个一个过程 就是刚才我介绍艺术治疗 他也是心理治疗的当中一种 他也有他自己的那个专业的就是行为准则 就是跟所有的就是心理治疗也好 心理辅导也好 就所有来访者的就是跟我们交流的东西 只要是不涉及就他人安全问题 或自己安全问题这一方面的 所有的过程他其实都是保密的 这也是包括他们画的画 你说因为我们说过的话 出了门就不在了对不对 那么画的画还在啊 那我们就要有非常专业的手段 就是说这些画是怎么处理的 就是其实我们在处理画的时候 他其实也是一个心理治疗的过程 这个听起来特别有意思吧 就比如说有一个客人他花了很长的时间 他把一个灾难性的记忆表达出来以后 我会把怎么样销毁这个画作为治疗的一个部分 他其实在把这个画销毁 烧毁甚至买葬的时候 他其实他是一种动作 在潜意识里告诉自己 这个事情我已经处理过了 这个事情我要过去 他其实这个动作他已经在帮他的潜意识 就是在形成一个新的意识 我要一个新的开始 这个也是特别有意思的一条 对把这种思维或情绪给他具象化到一个东西 然后把它销毁掉 然后从视觉上从记忆上 可能从味哪怕 没准你闻到把它烧掉 从这个味道上面你就有一个记忆说 它已经变成灰了 它已经离我而去了 我已经把它埋在这个图里面了 其实是一种帮助 对这个其实是材料上面的一种处理方式 还有一种另外一种体感 我刚才不是说的那个舞蹈治疗里面吗 我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有一个案例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这个客人就一直怎么说呢 就是他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他一直不知道自己问题出在哪 然后有一次他进来 他感觉他特别不舒服 然后我就突然说 那我们就跟我跳一段舞吧 可能Alex还没见过我跳舞 没有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跳舞是我的一个治疗方式 然后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呢 我就是有一个手法是 让他领导我跳舞 然后他没有办法领导出来 他突然没有办法领导出来 他突然就嚎啕大哭 他就说我一辈子 我没有领导过人 我一直是被领导 他身体里面没有那种感觉 就潜意识他没有办法去领导别人 所以我们其实花了一段时间 让他 我让他选他自己喜欢的音乐 他自己文化中 他的就是特别喜欢的那种音乐 然后我问他这个音乐里的一些 找一些的记忆 然后慢慢慢慢慢慢的 让他能够领导我 让他自己的情绪 在这个歌词里面 让他自己的身体 产生这个动作 然后我去跟着他做的时候 他是一种叫impowering 就是中文上他就说给他一种力量 就觉得我可以领导人 其实你们有看到 他其实这个也是他的一个 意识上的一个认识 他一个旧习惯 我没有办法领导人 变成我其实可以领导 而且在领导这个过程中 他尝到了一种快感 和那种就impowering 就感觉自己他是有 有很强大的力量的 好广告之后呢 欢迎大家又回到了 我们节目当中来 在第二节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新的嘉宾 他叫凯莉 他是亚裔家庭服务中心的 全国总监 那我们让凯莉 跟大家先打声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谢谢凯莉 然后凯莉和英贵人呢 将继续跟我们介绍 这个关于艺术治疗的话题 其实最近我们亚裔家庭服务中心呢 我们的亚裔帮助热线 0800862342 接到了很多求助电话 都是来自于这个家长的 他们对自己的孩子 有一个担心 比如说不上学 然后不跟家里交流 然后把自己锁在屋子里 或者有的时候更深的是 暴隐暴食啊 或者说有一些强迫症的 这样的一个行为 然后他们背后的根源呢 可能是起源于他们的 被在学校里被霸凌 被歧视 然后我先问问英贵吧 通过你的这样的 艺术治疗的一个形式 或者说你以往的客户里 有没有过这样的现象呢 这么说吧 因为有时候大家都会觉得霸凌 它会产生在比较大一阶的学校里面 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 其实这个霸凌可以产生在非常小的年纪 因为我自己的经历也好 朋友经历也好 或者是我的接的那些客人 来访者的那些经历也好 有时候甚至在幼儿园的时候 这种霸凌它就有开始了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小孩子 不同年龄阶段 对这种霸凌的认识不太特别 就是不太全面的时候 它会产生不同的那些情绪 它就有时候会很困惑 不知道怎么回事 特别有时候 有些那个霸凌的话 它是特别隐形的 不只是那个就是肢体上的那些 就是比如说是physical的霸凌啊 但它也有一些就是说是隐藏的 就是在心理上面的 比如说在text 就是说在电脑里面啊 网络里面的霸凌 还有包括就是心理上面那些霸凌 这些是更难 让老师和家长 能够看到的一些现象 这样的话呢 属于许多孩子呢 他就把这些困惑的 或者是害怕的那些情绪 就带到了自己的家里去 有时候产生了焦虑害怕 或者是产生了那种故意的 就是说不愿去学校啊 想跟家长闹啊 我不想去学校 因为他没有办法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这也是为什么有的时候 一些孩子到艺术治疗里面来的时候 比如说我让他们画一幅关于学校的画 这可能就是跟Alex你一开始说的 你自己的例子有点相像 就是在画的过程当中呢 他其实把这个学校里 他对自己学校的那种安全感 舒适感 或者是对他的同学 和那些老师的信任感 和联系感 在这个画里面都能够表现出来了 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信息 就是说啊 这个孩子可能是因为学校里面发生的事情 产生了对学校的一种厌恶 或者是不安全感 所以也是可能就是说 在艺术治疗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现象 嗯 那您刚才说有这种霸凌啊 它有不同的形式 它可能是从歧视来的 有可能是这种网络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您有没有例子呢 可可跟我们举一下 您那边的客人 他是因为什么情况被霸凌的呢 嗯 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例子 就是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文化 我们的习惯啊 或者是甚至我们的名字会不一样 我这里有一个案例 比如说一个小男孩 他是在初中哈 他是刚和爸爸妈妈移民到新西兰 然后他的名字呢 他是中文名字 在学校里的时候呢 那些孩子就是拿他的中文名字开玩笑 把这个中文名字呢 就一直变成了一个外号 一直以这个外号 有一些侮辱的一些性质里面 叫他的这个名字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会觉得特别害怕 从一开始的害怕 变成了焦虑 变成了愤怒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家长和学校都没有看到这个 有这个信号 那直到有一天呢 就是这个孩子可能是因为愤怒啊 或者焦虑啊 被压抑太久了 然后在旁边孩子跟他就是 再叫他外号 用这个名字来欺负他的时候呢 他突然就打了 他同就是同班的同学 然后因为这个事情呢 然后学校才把这个孩子 转正到我这里 那其实呢 我在他的交流过程当中 我发觉他并不是说是 他的纯粹的暴力倾向 而这个暴力倾向下面呢 是一些有一段非常长的 那个霸凌的一个历史 所以说这个也是为什么 我们要从表面的现象去看 他们那些根源 所以我就说这个霸凌 其实是我们学校里面 一直存在的一个现象 特别是对咱们华人的孩子来说 作为一个新的移民 他可能从语言上 从文化上 从这种学校的这种制度上 都不太适应 然后再加上这样的一个 不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或者说霸凌的一个文化 确实是比较危险的 那其实我还想问的是 咱们最近又进入lockdown了 这个社区的这样的一个 新冠病毒又开始爆发了 我知道在上一次爆发的时候呢 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歧视的问题 特别很多孩子 大人他们都经历到了 那我想问问凯利 咱们这边有没有观察到 这样的现象呢 包括我们这次lockdown 会不会也之后 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对 Alex说的很对 我们之前有很多媒体报道 还有接受过媒体采访 关于歧视这个问题 那在第一次lockdown 疫情期间呢 也受到了很多电话 关于歧视 包括孩子受到歧视 当时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也写了一个 12岁小女孩受到歧视 然后由于此事去转学 而且家长也当时 不知道怎么样去帮助这个孩子 然后后来打了我们的帮助热线 然后得以作为心理辅导 然后提供一些帮助 那这个是确实是每天都存在的 然后我们也之前听到了很多媒体报道 然后真实事件 就是在这个媒体的主要社会上报道 被人遭到攻击啊 语言身体 还有在学校 还有大人 包括停车接孩子 还有一些可能上次有个基督城的 还被殴打 这种事情呢 是屡屡出现 但所以我们现在的 亚裔家庭服务中心呢 也是不断地推广我们的帮助热线 让大家有需要的时候呢 来就是打我们这个热线 然后得到专业的心理辅导 那在这里呢 举一个我之前有提到的一个亲身的例子了 就是说我自己 或者我们家的孩子 可能有 就是很common吧 很可能在学校 因为我们今天主要说的一些青少年嘛 就是说在学校里 可能被说你是中国病毒 或者是go back to china 就是回你的国家去 这种事情呢 可能有的时候在小朋友之间呢 可能是屡屡而见吧 或者是小朋友 就是听了一下 有一些孩子可能觉得 没什么就直接就算了 或有一些孩子可能会 受到了这种心灵的创伤 就想为什么他要这样说我 我觉得在这里 我要非常重点的提一下 就是说家长朋友们 当孩子回家不高兴 或者是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行为时 你要去聆听一下孩子的心声 就是说问他一下 今天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会这样不开心 然后呢认真去聆听 而不是说一代过的 把这个孩子的情绪给磨杀掉 就说没事的 你就明天就好了 就是说聆听一下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呢 在这里我要提醒一下呢 就是说如果真的是 你孩子受到了这样的霸凌 就是说可能经常会 在学校有人说 你是中国病毒 或者是类似的话 你就一定要就是说受重视 第一呢 要跟学校反馈 第二呢 就是要教会你的孩子 怎么样去应对这样的问题 比如说你孩子 可以在那个时候说 就是说我 我不是中国病毒 就是说你说的是不对的 或者说我自己也是 本身就出生在新西兰 这就是我的国家 你不应该这样说我 你这样说我很不开心 然后你如果再这样说的话 我就去告诉老师 或者是找一些大人的帮助 就是说这样的话呢 让你孩子知道怎么样去 面对这样的问题 然后呢 让他树立起自己的自信心 然后找一些小同伴呢 或者是帮助他一起去应对 如果是需要需求的时候 就不要说自己在那里 就是受委屈了之后 就把自己孤立在一起 在一边去哭啊 或者是委屈啊 然后也不跟别人说 这样长期以往的话 会造成很大的心理伤害 然后呢 这样呢 就是说给孩子一个空间 说 就说我们说英文 就是it's ok 就是说这个事是可以的 其实这个事是我们 每天生活都可以面对的 但是我们孩子呢 教会我们孩子就是说 我们所说的resilience 就是说抗压能力和弹性 这种呢 让其实说实话 在新西兰的话 我们都是 我是第一代移民了 当时听众朋友们 应该有很多都是 这种第一代移民 那我们的孩子 算是第二大了 他们是在这里生活的 但是他们改变不了的 就是说 他们还是黄皮肤 然后可能我们说是 国南呢 是内在的很多时候 家长去 就是教一些 我们中国文化也好 但是他在学校 也吸收了很多 本地文化 所以他们其实 是有这个identity 就是说这种自身的 觉得我是 KV 还是我是中国人 然后 其实他们不用选择的 他们可以是两种 就是说 或者是甚至是三种 如果是有一些 可能跟其他总统人 中国人和其他人结婚 朋友孩子 可能就有好多identity 就是说不同种族 就是说 不需要 就是让他去选择一个 而是 让他以这个为荣 就是说 你有知道 这样多的文化 这么多的语言 这么多的 怎么说呢 这么多的背景 你是可以为之骄傲的 而且你是 让这些孩子 感觉到他自己 就不是说 他必须是KV 或者必须是中国人 或者必须是 怎么怎么样的 就定义 而是让孩子 有一个很大的空间 告诉他们 这是可以的 我相信这个ingred 应该也有很多 要说的 因为他自己也是 就有这样的经历的 对 Kelly说的很多东西 我都有同感 我觉得很多东西 说的都说到我心里去了 但我有几点 我觉得错的 特别有道理 所以我想再 那个重点说一下 第一个呢 就是Kelly刚才说了 就是 家长要了解 就是要注意 小孩子的不同情绪 所以我们家长 有时候 就是要怎么样去了解这个孩子 就是有时候多陪陪孩子去看他 不同的情绪下面 他有想要表达的很多东西 比如说一个孩子在学校里调皮了 不一定他只是调皮 他可能在调皮的这个情绪下面 他是不是有一些 他其他要表达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他需要 那个家长的attention 就是家长的一些注意力 或者是老师的一些注意力 那或者就是他因为霸凌了以后 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 打一个比方 学校里的同学对他不友好 或者怎么样的 他要用这种调皮的方式 来表达他的一些愤怒 或者不高兴的感觉 因为他不知道其他有什么样的 那个就是形式可以去表达 所以这也是我要说的 就是家长平时要注意他的一些情绪 就是从这个情绪下面去了解 孩子到底需要的是什么 好的 好的 感谢英格里也感谢凯莉给我们的补充 其实刚才凯莉提到一点 我也比较认同 就是提高这种文化的这种自信 或者民族的这样的一个认同 这样的话 那我就是一个中国人 我觉得中国很好 我觉得你说的都是错的 我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你说的都是不对的 那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自信 或者说一个认同的话 那你的攻击就是无地放食 你说的并不是真的 所以说这样的孩子 他的这个抵抗力 他的这个弹性也可能会比较高 包括您刚才两位都提到的 这个一定要去跟孩子去沟通 去了解到孩子的这个真实这个情绪 在了解情绪或沟通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需要到一些技巧 或者说一些技能 然后这种技巧和技能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样的一个parenting 这个也是可以通过咱们 后天的去学习的 因为谁也不会生下来以后 就知道怎么做一个合格的父母 嗯 所以刚才 凯利说到的那个认知 我觉得有的时候 家长一直在这个 就是重复的强调孩子的认知 其实我们家长身上 自己也是需要有这种 就是对自己的认知 要有一个自己的 重新的一个学习过程 特别是低带移民 就是说不是说我到了这里 我我永远是不会改变的 或怎么样 就是我们也要重新去看待自己的身份认知 因为在这个看待的过程当中 其实也是给孩子做了一个榜样 因为我自己也是碰到过 有的家长特意不教孩子中文 让他们就是能够完全融入 那个就他们的感觉 就是让孩子没有口音 能够完全融入这个 就是这个社会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其实让孩子失去了 让可以让对自己的文化 骄傲的一个机会 其实这个其实也是 从家长来说 就是他的一个榜样 他也能够让孩子 能够对自己的文化产生骄傲 然后也产生这种 就是凯利说的那种 弹性和抗压力 就是对自己的文化的骄傲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的 感谢英鬼 然后咱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 咱们再继续的谈一谈 这个孩子 或者说包括家长本身 咱们怎么去应对 这样的一种情况 好的 欢迎大家又回到 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那在这一节当中 我想咱们可不可以 再具体的介绍一下 这个刚才咱们提到了 孩子跟家长都分别 应该怎么去处理 这种70跟80的问题 那咱们还有另外一层身份 就是学校是处在 一个中间的位置 那咱们家长怎么去 跟学校去沟通 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呢 我相信这也是 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们 想要去了解的 那英贵你先给我们 介绍一下 好吧 我觉得一开始呢 就是说家长 头一个就是要调节的 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不要带着情绪 去跟学校去交流 不要就是因为 孩子受到了欺负了 然后一种愤怒的感觉 去以那种情绪的 那个方法去交流的时候呢 往往它并不是最有效的 而是在我们在 在这个交流之前呢 先第一个 先把这个事情理一下 这个就是说 能够在交流的时候呢 它就有一个 比较清楚的调理性 发生了什么 什么时候发生的 对孩子的影响是什么 把这些东西 就是说是 把它就是稍微的 理一下 就是说为什么 怎么发生的 然后我需要学校 给我一些 怎么样的帮助 或者就直接可以 就是问学校 在这样的情况下 学校能够做什么 有一个调理性的话呢 能够让你的交流 会更有效 第二个呢 就是一层一层的去 第一个呢 就是可能先跟 学校的老师 直接的当班的老师 去交流这个事情 然后这个当班的老师 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就是 一般来说呢 会让那个学校的校长 参与这件事情 如果这个情况 是比较严重的情况下的话呢 就学校的老师 和那个校长 都会有一些交流 然后在这个交流过程当中呢 最好呢 就是说有一个 院议院的会议 跟那个老师 跟校长 去谈一下你的诉求 然后才谈这个诉求的时候呢 还是要提醒大家 要理智有条理 然后如果校长 没有办法给你 达到你的诉求情况下呢 那这个可能就会 引起一些比较为难的事情 那就是说 我们下一步 该做什么 所以说在为这个 下一步做什么之前呢 就是说在你 跟老师和校长 在交流的时候呢 就已经要开始 有一些记录 比如说 跟老师 在什么时候交流的 什么时间交流的 交流一些什么 会有什么反应 就是说 做一个准备 万一你得不到 自己觉得满意的 这些诉求的时候呢 这些材料 它能够帮助你 作为一个 下一步的一些诉求的 一些 就是有帮助的材料吧 就掌握一些证据 首先你提到了 首先到那不要去吵架 咱们不是去 宣泄情绪去的 咱们是去解决问题的 所以说要保持一个 理智的头脑 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二就是说 带着一个诉求 最好说 我的孩子需要 怎么样的一个支持 是吧 什么人就不能 跟我孩子再接触了 或者说 有怎么样的一个 你的一个具体的需求 你提出来 这样的话 从沟通 或者说真正的 咱们去实施什么措施 去保护孩子 去帮助孩子 会更有效一点 包括你提到了 还有最终的一步 学校不能解决了 还可以去 另外的地方去解决 凯琳 你有什么样的理解吗 还可以去什么地方 人权委员会吗 还是教育局 去什么地方 对 这个就是一个 就是当不能得到 这个满意度的时候 如果是没有 学校没有及时处理 或处理好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知道 Ingrid之前说了 这个很重要 就是把所有的 这个时间啊 日期你做了什么 然后被答复了什么 这些现在都有email 大家可以 用email的形式 邮件的形式 去累积这些资料 那如果真的是 学校到校长那边 都已经是 不能得到满意的 回复的时候呢 那一般的学校 它会都有一个 校董会 那校董会里边呢 就是说 这个校长要去report 去报告给 这个校董会的 那可以 也可以去 就把这个信啊 一个official 一个正式的信 写一下 去给校董会 然后一般这个时候 会得到一个 很高的重视了 然后校长可能 还会去继续 针对这个事情 做以调解 那如果是 真的话 说的不好听的时候呢 就是真的是 到了校董会 这个事情 也没有得以解决的话 那下一步呢 就是说 一般的公立学校呢 不是卫生部 是教育部都会 也是可以有 这个投诉的地方的 还有就是说 人权民族委员会 这个human rights commission 那边也是可以 投诉的 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 就是说升级了吧 escalate 就是说升级了 每一个阶段 但当然我们在这里 就是说 鼓励大家说 在学校范围之内 可以帮助孩子 解决问题 如果是不能受到 太多影响的话 然后在这里呢 我也要 给大家述一下 就是说 这个事情呢 可能说一半 一时半火 得不到解决 那可能会受到 一些情绪上的影响 不光是对孩子 或是对您自己 那这个时候 很多学校 也会有一些 心理辅导员 那我们也建议 就是说 给孩子同时 做一些心理疏通 可能是不是说 因为孩子有病了 或怎么样呢 因为这个情绪问题呢 如果是不及时 得以处理 或是有一个 很好良好的 疏通情绪的 这个 途径的话 都会积压到 就是说 以后会造成一些 对孩子的心理上 有一些创伤或影响 包括您自己 或是在家长过程中 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 当然我们说 建议大家 是保持理性 然后 就面对这个 这个事件 对事不对人了 但我们知道 我自己也是做父母 当你孩子 被受欺负 或是被霸凌的时候呢 你真的是火 是压不住的 但所以呢 我是建议呢 你也自己找一个 不管是你跟你自己的家里人呢 可以疏通这样的情绪 或者是找专业人士帮助 那包括我们的压抑家庭服务中心 也是可以免费提供这样的心理疏通的 就是说 也通过电话也是可以解决 然后让你自己保持一个比较清醒的一个思路 去跟学校谈这个问题 凯利刚才说到的那一点 我觉得特别的重要 就是说自己的这个情绪的这个疏离 因为我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 我确实碰到有些成人 他来找我的时候 我发觉他其实身体问题 他是在小时候被欺凌而积压下来的 所以说很多时候 我们就是中国的一句俗话 就是小动不补 大动吃苦 这个可能 这个在这个地方也是可以受到体现 那第一个呢 可能我们是要在 就是跟学校老师交流啊 学校交流 这是外部的一个环境 在另外一个呢 其实就是小孩自身的那个抗压能力 它是一个内部环境 所以比如说这个小孩受到了这个 不容易被发现的欺凌的这个过程当中 受到了情绪影响的时候 心理辅导不仅仅是能够给他一个情绪的处理 而且还是一种自我的 就是学习的一种方式 在这种学习的过程当中 他会产生更好的抗压能力来处理这些问题 比如说他一开始不知道跟别人就是怎么欺负他的人 怎么去交流跟他说这件事情 或者就是不是特别清楚他们那些就是欺负他的人 他们想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比如说他有时候欺负小孩的时候 他就是想要你有害怕的感觉 愤怒的感觉 或者他就是要有这种观众 就是audience 就是他希望看到这些 就是其实在心理辅导的过程当中 是能够学习到一些技能 去处理这些事情 就是以内部的那些处理的那种力量 比如说不仅仅是外部的那些改变 包括他自身的那些改变 也是对这个霸凌 它是能够产生很好的 就是那个抗压的一个作用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心理辅导 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原因吧 对所以说不管是孩子本身还是家长 其实咱们都可能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心理辅导 然后来来帮助大家去整理这个思绪 或者说找到更好的这个应对方式 来帮助控制咱们这个情绪 把问题解决掉 那您可以去找学校的counselor 心理辅导员 也可以同时找到我们亚裔家庭服务中心 我们也可以提供免费的心理辅导 包括英贵也是我们的签约的这个辅导员 如果说您打电话给我们 08-008-6-3-3-2的话 我们也可以帮您去联系 看看哪种方式是最适合您的 那咱们谈完了这个 跟孩子相关的孩子本身跟家长 那我相信一些没有成为家长的 咱们的听众啊 作为一个成年人 可能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因为就像我的朋友他跟我说 刚开始lockdown的时候 他戴着口罩在自己的工作单位 或者说走在大街上 然后那些养人用奇怪的眼神看他 包括有些人直接跟他出言不逊 就是说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你是不是有病毒 这样的一个状态 其实让他非常的焦虑 也非常的生气 也非常的抑郁 因为他已经来了新西兰很多年了 他把自己视为新西兰的一部分 但是现在人家 是以这样的一个眼光去看他 当咱们这种成年人 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 那要怎么去处理呢 Alex说到一个跟现在的情况 特别相适应的一个情况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说 新西兰的那个种族歧视 有的时候是hidden 就是隐藏的这种种族歧视 然后呢因为这个病毒的现在这个情况 这个crisis让这个隐藏的东西 现在变得越来越不隐藏了 就是说现在我们有时候确实会受到这种 语言的那种攻击 或者就甚至于那个行为的攻击 对于我们那个成人来说 我说如果遇到这些突发事件的话 我说第一个的话 还是要先看一下你当时所处的环境是什么 是在街上或者是在工作单位 或者是在公共场所 我觉得处理的方式还是会有一定的不同的 比如说在工作单位的话 那我们就是有时候就要记录这个 就是跟刚才那个学校的 就是跟学校寻求 那个诉求一样的道理 就是你要跟你的上级领导 去交流这件事情 然后第二个的话 如果是在公共的场所 你要先看看你自己的 那个所处的环境是不是安全 因为我们中国话里面有一句话 叫远离垃圾人嘛 就是说如果在你这个环境下 并不是特别安全的情况下 你先考虑一下 在这种情况下 自己的安全是最主要的 如果是在安全是可以保证的情况下 你有的时候确实是应该为自己说话 就是为自己辩护一下 对 凯莉 对我觉得英国人说的很好 就是说最处理的时候 情绪也是保持自己的情绪 如果是保证自己的安全情况下 再去站出来 用正确的途径 比如说走开 或者是就说你这样说是不对的 或者是用反击的一个语言 然后之后呢 我也建议大家去 人权委员会 去Human Rights Commission 那里去做一个记录 不光是就是说表现一个现象吧 因为人权委员会那边呢 也会做很多工作 比如说最近呢 他们在做的一些campaign 一些就是说歧视并不是玩笑 这种让大家意识到 这个是对语言是可以伤害到人的 而不是说只是说打人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 让大家记住就是说 用正确的途径去发声 给我们华人 就是说受到种族歧视的这个人群吧 嗯对 所以说那我相信可能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例子 当一个成年人 他遇到这样的一个种族 其实不管是在任何的场所 他如果产生了一些 一些焦虑或压抑的情绪 如果这种情绪想要处理的话 那可能会找到我们的心理治疗师 或者咨询师来进行处理 那如果说去解决这个歧视问题的本身 或者说对咱们这个整个社会 消除这种歧视的行为有帮助的话 那可以去到这个人权委员会 那我最近好像听说了 有一项新的这个活动 也可以去为我们这个华人发声 然后凯莉你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之前看到的一个海报 对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自从疫情以来 我们听到很多关于种族歧视的案件了 来自世界各地 当然是很多不好的行为 在新西兰本地呢 媒体有各种报道 引起了这种疫情 而引起了歧视行为或暴力行为 那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全国性的项目呢 就是大赛的焦点是种族多元文化 一个海报的一个国家艺术项目 那这个项目呢是刚刚开启的 是由Cotata Insight的这个公司来主办的 那我们亚裔家庭服务中心呢 是协办商 然后我们在这里啊 也宣传一下这个海报的一个大赛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新西兰海报大赛是一项新的国家艺术项目 那这个大赛主要的焦点是 用这种Poster海报的形式呢 来反歧视 倡导多元文化的一个项目 那帮助 主要目的是帮助新西兰人 针对华人的种族歧视的行为 作为一个就是反抗的声音 那因为主要是疫情期间嘛 多数的一种歧视都是针对华人的 那我们之前有调研 大概是八万四千人有遭到这种歧视的感觉 然后或者是事件 那四万三千人中都是华人 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然后呢还有一个目的呢 就是说可能有的时候 会有一些文化差异 让所有的新西兰人 包括我们自己了 就是很多中国人其实之间呢 也是要互相了解 或者华人社区 让他们更感兴趣 这个华人了解华人的文化 通过这种poster海报的形式 那怎么样去报名呢 那这个报名 我又给大家念一下 它的报名网站是 Auteruaposter.com 就是A-O-T-E-A-R-O-A poster P-O-S-T-E-R 这个网站呢 上面是中英文的 所以呢 你如果是不懂英文也可以 就是我知道有很多我们华人 社区里面有好多老的艺术家呀 这种都可以鼓励你们去参加 这个了解新西兰华人的历史和多元文化 这个信息 这个是大概是8月10号开始 然后9月21号结束 关于此次活动的更多信息 您可以登陆刚才开里说的网站 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的号码是 afs下滑线 0800862342 或者您在公众号里面搜索 亚裔家庭服务中心 我们会有一篇文章详细的介绍 活动的内容 可以先给您透露一下 奖金呢是500纽币 而且您的作品入围了以后呢 有机会让您的创作 出现在全新西兰的街头 亚裔家庭服务中心 是由卫生部资助的非政府组织 可以为所有生活在新西兰的 华人朋友提供专业 免费保密的心理咨询服务 我们的华裔心理咨询师 可以讲普通话和广东话 其他亚裔的心理咨询师呢 还可以提供韩语 日语 印度语 越南语 泰语 以及英语的心理咨询服务 我们的免费帮助热线是 0800862342 感谢您的收听 期待下次节目与您的再会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